但是你要去看 它的成交量萎縮到572億 它有更不良啊 大家還在煩惱什麼 贈所稅會過了不會過 贈所稅修正案會過了不會過 在野黨又開始怎麼樣 開始要來你北閣 然後你一旦進入所謂的朝野協商 還不知道要討好 停一個月 至少一個月嘛 所以倒出朋友 其實我在這邊有看法跟你不一樣 我不希望那麼早過 月曼過頭越來越好 一個老師有時你不是說 今天去贈所稅過我才要賺錢啊 那就想你就啊 對啊如果說今天我買了贈所稅通過之後 我才出來做股票我才要賺錢 那你參加幹他幹嘛 一個老師的實力是在說 今天大盤不管它是漲是跌 我們選的股票都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實力把握 讓投資人賺了一個大波段 對 比如說像之前什麼射飛彈 什麼情流感 又怎麼樣 我們跟大家講神奇的得到尾 賺就是這麼賺 對啊 不論什麼事件出來就是都要賺 教授就要大賺 對 如果今天我在這邊跟你大膽的論定 你現在做如果不會賺錢 證所稅又通過過你也是不會賺錢 你電路會料得這麼多 你現在做如果是賺錢 證所會通過你也是一樣賺錢 對 無關什麼時候你都會賺錢 沒錯 所以重點是你要趕來賺錢 找可以讓你可以幫你賺錢的人幫你賺錢 這樣就對了 那當然啦就找 講真的你 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啦 做股票就像是賺錢對不對 你如果要賺錢 結果你都沒有準備 要考試你都沒有準備那怎麼辦 怎麼辦 沒關係啦 去抄那個有準備就好了 去抄那個賺錢都賺100分的 那這樣你不就考100分了嗎 當然我們不鼓勵作弊啦 但是你跟著我們就好像你去抄那個100分的學生一樣嘛 你也會100分啦 那我們大賺 你也會大賺啊 最簡單的邏輯不就這樣子嗎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喔 其實不管過去的行情怎麼樣 今天的量572億 又怎麼樣 你又擔心了 大盤從上禮拜跌下來 又怎麼樣 跌下來你會賠錢 不好意思我們在賺錢 所以各位朋友 那事實上是不是照我講的那樣 其實我相信你鎖定我們節目都很清楚啦 清楚什麼 清楚我們法人股的操作啊 清楚我們業績成長股 選給你的股票有多強啊 那先講我的部分法人股 那先講我的部分法人股 操作有讓你失望過嗎 你看你跟著我的操作不都在賺錢嗎 喔你看喔可誠 照這一邊 觀眾朋友可誠你知不知道 你看到每個拉回我們都在加碼耶 你看到別人不敢買的時候 我們都在買耶 當然啦我們帶會員去買 我們也承受很大的壓力啊 萬一今天我看錯了 它跌下來我是讓會員賠錢耶 可是觀眾朋友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每次拉回去買 帶著會員進場加碼 我每一個動作可誠 我每一個動作 會員全部賺錢 這不是我個人賺錢而已啊 是我們會員全部賺錢啊 那觀眾朋友你看喔可誠 3月26號導播照近一點 買完是不是大漲 買完有沒有大漲 賣掉下來4月26號再接 買完有沒有創新高 買完有讓你等過嗎 那觀眾朋友你再看喔 又是這一個拉回 又是拉回 每次拉回我去買 每次賺錢 好奇怪 這就是操作啦 拉回證據在哪裡 觀眾朋友你記不記得 前幾天拉回的時候 我跟你講怎麼樣 拉回要大買 5月24號上個禮拜五 我也公開跟你講啊 我們帶幾個清代的會員 買哪裡 買平盤啊 平盤多少 156.5啊 我們沒有買最低啦 但是我們買完就賺 因為收盤漲多少 漲2塊 有沒有讓你等 沒有買完就賺錢啊 買完就大漲 很奇怪 每次都這樣 5月27號 就今天嘛 開高震盪走高 收最高啦 又回到161了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喔 每次的操作 其實 可能也不是第一次跌的時候 我們去加碼 你看這幾次都有證據啊 3月26號在哪裡 每次跌的時候 每次去買 每次賺錢 3月26號 來你看這一邊 導播照這一邊 可曾慣性改變 站上五次跌轉強 定價130加碼 當天收129.5 130 130 129.5 今天收161 我們不要說最高169 我就光130到161賺多少 31塊耶 你要稍微算一下嗎 31塊耶 可曾你什麼時候賺那麼多啊 那當然這一邊 4月26號 證據再找給你 我說每次拉回來 我們去做都會賺錢 好奇怪 4月26號來 演講啊 演講前一天 我說當天有比亞迪的利空 我說那外資簡直莫名其妙 什麼奇怪的利空 根本不是40的利空 拿來當利空 不好意思我們去買 你要對可曾夠了解 你才敢買啦 4月26號加碼 144.5 漲到161 你要不要算一下又是多少錢 所以觀眾朋友 重點在哪裡 可曾我們又買 買完會不會再波段大漲 你今天手中滿手可曾的 我覺得你應該要知道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可曾你有辦法像我一樣了解嗎 有沒有 如果你可曾一點都不了解 你有什麼把握說 你要賺到它最大的波段 你一定是沒有把握的嘛 那你說你手中可曾很多 講真的你跟著操作 我們帶你賣在最高點就好了啊 可曾最近外資狂買嘛 對不對 外資連續買操嘛可曾 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賣 你知不知道可曾什麼時候外資要賣 如果你不知道你怎麼賺錢 那我告訴你外資什麼時候要賣好不好 就好像1月7號我們賣完之後外資狂賣一樣啊 我帶會員賣外資就會賣了啦 那重點是你知不知道外資什麼時候要賣 你可能也不知道啦 所以各位朋友我想說可曾啦 我不會逼你我不會勉強你 但是你想賺錢 我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跟著每次都對的 我們雙想炮團隊來 每次買每次都讓會員大賺 證據都拿給你看 那當然除此之外 聯發科 雖然沒有什麼時間多講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聯發科二月第二季的裁冊會達正 聽好喔 聯發科第二季裁冊會達正 但是第三季咧 第三季咧 有一些變數存在 你說你手中買在385的聯發科 當然我現在不會怪你說你真的很會買啦 但是你買在380 385以上聯發科 你就要知道接下來他要怎麼走 不然我擔心你可能賺的都不夠你賠的 所以各位朋友 關於聯發科 那甚至聯發科如果我們資金退出之後 我們是要轉向哪一個高價股 我們心裡面也都選出來了 我們團隊都已經有下一個標的高價股 我們要進場 而這個高價股 我們敢跟你保證一件事情 第三季絕對會大幅成長 目前股價本益比偏低啊 那觀眾朋友 該怎麼操作這些法人股 你知道該怎麼做嗎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我們演講剛結束啦 那我們今天特地保留一天 我們演講剛結束 我們特地保留一天 想跟我們操作高價股的 等一下廣告當中的電話 你可以利用 那這一天保留什麼 我們保留會場的優惠給你 過了今天就沒有了 所以你有興趣跟我們做高價股的 等一下廣告當中電話 歡迎利用時間關係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每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份夢想清單 江慧的梦想清单很简单 朝阳大自然 甜甜山海河汤 逐围捷运战前水岸第一排 原历水济园 我是江慧 我在水济园 第一手资讯建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难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亚洲头部 同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头部 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十年后的领口 就是现在的温哥华 温度 空气 高部球场 它 就是一个浪漫的城市 每一次呢 我们到国家药院 都是一种 兴奋 在我的建筑的领域里面呢 最感动 而且最伟大的一栋建筑 领口第一号宅 国家一号圆 呼善 人来了 领口发了 大家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当然今天的这个量 我讲索息我想很多投资人 又开始自己吓自己 没错 那我想 你会吓自己 一定是 你很容易被吓到 不要说你没贪钱 没错 可是你的股票 如果在涨停板 你的股票如果在创新高 你会害怕吗 那我们的股票 刚好都是这样子 没错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这支股票 来 直接到这里 三四九八的阳城 三四九八的阳城 一路以来我们在这边讲 那结果今天有一些投资朋友 很粗糙的卡在我问 老师那三四九八 我自己给他算一算 我的成本 差不多在那五十一二块 自己都不敢相信 那个是我买那一支吗 那时候呢 他自己不敢相信 后来呢我就把他打电话 去问我的营业员 说我的军价 你用电脑帮我算一算 他说没错啊 就是五十二块啊 惊一下 他又打电话来问我说 老师那支股票 敢是我买那支股票 我说很简单 你手中有几支 他说蛮多的 我说好 你给他卖一张看看 他就把他一张卖掉 说哇 老师 贪买五十八呢 我说 就这样啊 那有什么好稀奇的 有个老师我跟你讲 我这一辈子做股票 没有赚过那么多钱 我每次做股票 如果赚个两块三块 我就给他卖掉了 这一次我真的要感激你 为什么要感激我啊 我说你常打电话 也被我骂呢 我说对啊 他说因为你骂我 所以我才会晃这么久啊 他每次盘中一看到股票涨上来 说老师我要不要卖掉啊 我都跟他讲一句话 把他卖掉 你可以买到更好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K线图 我们从五十块这边介绍上来 涨上来之后八二一 我们先出一趟 拉回五十九块一 我们做一个买进 六十九块 七十一块 我们都还在买 为什么跟你讲说 你卖掉他啊 你又没有更好的股票可以买啊 请啦观众面你给他看哦 这个是你给他看 阳城科技四月营收三点一二亿 税前存益六千八百万 税后赚了六千两百万 美股税后赚零点九二 这个是公司公布的 公司在公开资讯观测上公布的 一国会探零点九二 其他观众面语 你给他看哦 一个月赚零点九二 涨上来 你要首先去想的问题是什么呀 现在一个月赚零点九二的股价 他的股价都在哪里 那都超过一百块以上啦 那为什么他的股价只有来到八一二 那是贵还是便宜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呀 我们给你的每一档股票都是有基本面 像这个呀 这本来我是不想想像这个威胜 那今天他还涨停板啊 而且锁住六千八百零三张 但是亲爱的观众面你去买这个股票 你去看他去年赔多少 去年赔八点二六 快一个股本 这间公司优数以来 除了那个时候六百块 涨到六百块那个时候有赚钱之外啦 有赚过钱吗 那你去买这样的公司你真的睡得到觉吗 我不晓得 也许你睡得到觉 你如果睡得到觉你就去买了 但是以我来说我是睡不去 公司了钱了我买了 所以说这个股票 我不是说它不好或得怎么样 你如果买了你觉得睡得去你就去买了 我买了我睡不去 所以我没带我的会儿去买 这样你听不懂 因为为什么 第一季赔两块多 去年赔八块多 现在的股价还在二十几块 还在二十三点五 我们给你买的股票呢 我们也是涨停板 但是我买的股票一股月啦 一个月可以赚零点九二 然后股价这样涨上来 整理之后 好像又要创新高了 有没有 好像又要创新高了 所以如果观众们做股票就是这样 也许每一个人有所坚持 这个其实我也不方便去讲什么 但是我就跟你讲说 老师不买我算买买车 像我们跟你介绍的这个啊 我们跟你讲说业绩起标的黑马股啊 代号六一六四的华星啊 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把它的基本面哦 跟你分享一下啦 好了我们先来看这边 你给他看哦 他去年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的毛利率多少 14.9 赚多少赚0.07 你给他看他起始新闻 他怎么写的啊 行啦观众们你给他看哦 他这边啊 他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是多少 29.79% 从14.9成长到29.9% 刚才成长买一倍 一间公司你还去想哦 他的毛利率可以成长一倍啊 然后营业利益呢 你给他看哦 叫去年你给他看 有史以来最高 再给他看下去啊 再给他往上去看啊 他跟你讲什么 他第一季赚0.24 然后呢 四月赚了多少 四月单月啊 赚了0.18 这边没有写出来 已经来到多少 来到4.49 这边有 你给他看哦 来到0.49 一间公司你只去想 他的毛利率 有那种赚到他 去年14.9成长到29.79 这一种公司啊 人家现在股价才到多少 才在18块 啊那了一年股 你了八块 今年贴贴了两块 贴多少 你买了这个股票 你真的帅益的倒叫吗 你去买 那我没清楚 但是我要给你讲的 我们给我们会员的股票 就是这一种营收大幅度成长 获利大幅度成长 毛利率大幅度成长 你给他看啊 我们买在这里啊 然后这样上来 今天收盘18块 又创了什么 收盘的新高啊 请来观众朋友 你买到这款公司 你会觉得 老师他可能还没起来到的哦 他可能还可以买哦 你会不会这样去想 你会想说 哎老师这个股票 我应该赚他一个大波段嘛 为什么 他整个公司的业绩还在往上成长 整个公司的毛利率还在往上成长 整个公司的盈利率还在往上成长 像这样的公司 我们买了心里嘴巴 会觉得很好嘛 什么时候出 公司的营收在衰退的时候出啊 什么时候出 公司的毛利率在衰退的时候出啊 华人的做法不是都这样吗 你抱这样的态度 你给他看了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的三四九八我们可以赚他一个大波段啊 三十五十五十五票你赚到六个了 还没有出啊 还要买啊 请问观众朋友 八四就是在这边我去到这边就买掉啊 如果你去想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给他卖掉 你不可能赚到他的大波段了 请问观众朋友 别骗自己啊 就像我们这样我们对这一家股票够了解 我们知道他的本质在哪里 我们知道他的毛利率在哪里 我们知道营收在哪里 所以说我们可以赚他一个大波段 而且啊一张都不要卖 你给他看哦 我们给会员就是这样啊 你看这个是营收啦 到这边 这个是我们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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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码到现在怎么样 叫做持股满党创新高啊 这你去买一张两张 那意义不一樣哦 持股满党创新高 大家人都怎么样 大家人就是大坍了 不是说买一张我们出掉了 赚个三%五%就赚掉了 你如果要赚那三%五%的 你自己去赚了 对不对 你如果要赚那三到五角的 你要去想你卖到15块 你卖到15块3 或者卖到15块5你很高兴 结果现在回头一看18块了 那你买怎么样 卖掉都昏倒了 卖掉都昏倒 而且你要想说你要去找股票 你越找越差啊 我们在货币银行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一个叫做什么 六币催足良币啊 就要好的你都要买掉 六币你手中都要什么卖的 你当然也是了解 卖的卖不卖掉嘛 对啊你要怎么去赚钱 所以说像这样好的公司 其实还有很多 很多在哪里 在我昨天演讲会场里面 我都有讲 对 对不对 包括这一些股票将来的展望怎么样 将来的营收怎么样 你要怎么去照做我都有讲 而且我选的股票在这边跟大家讲 就是将来有基本面 营收会大幅度成长 获利会大幅度 有炭钱 不是只有炭钱而已 炭钱的大成长的公司啊 老师我刚刚刚有事 刚刚没来 刚刚没去听要买什么 我在这边还是跟大家讲 我选出来的股票 你看我一月混险的汉微科 二月混险的金豪科 然后呢 阳城 然后呢 华新 这股票有对一支没去的 几乎每次都还在创新高 每次都还在大涨啊 所以你如果说 错识过我们昨天 我们选出来那些好股票 你给他看华新 你给他看阳城 涨田板 快创新高了啦 你给他看华新 收盘创新高了 你对这种有基本面 营收会大幅度成长 获利会大幅度成长的股票 你有兴趣的 你如果探3%5% 你就万俗给你卖来 你自己看股票 看电视 你随时去买 有贪到你再出条就好了 没需要浪费你的钱 你现在暴定说 我要这一些股票 我要买的就是营收大幅度成长 获利大幅度成长 而且我每次要赚它大破断 而且我还要加码加码加码的 你先就抱这个心态 你来炒我 我们昨天啊 你如果说 今天是拜一啦 照规定来讲 我们这个会场上的优惠 是不能给的 对是不能给其他的 是已经不能给了 但是我们今天 最后一天 我们比较我们会场优惠给你 如果说你拿到我们会场优惠之外 你要把我们的传真稿 还要把我昨天你要特别要求 我们的服务人员 把我昨天选的那些股票 传真一次给你 对 你拿到这些股票 你会感觉 哦 做这款股票 是不来真的很安慰 很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票都已经涨上来了 对 你希望你做一个大破断操作 你希望你的股票是营收大幅度成长 获利大幅度成长 你如果要买那个股票 了到要死也涨停 那个我没有 我也不会带你做 但是我带你做 是真的有本质 是有大破断的行情 是营收 是获利大幅度成长 我们要赚它就是30% 50%的 你今天抱着我们这一种信念的 这里来吹花 对 我绝对有这个能力帮助你 重点是怎么 我们今天还有会场的乐会给你 希望你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时间的关系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呼吸 让氧气变成二氧化碳 呼吸 让二氧化碳还原成氧气 守护一个梦 一份信息 一种态度 种子注入大地 树苗从容不迫地长大 让地球继续 勇力呼吸 神明简单在台湾 大家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177 2578 3777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共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 2578 3777 2578 3777 022 2578 3777 亚洲头顾 2578 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奇怪 都要吃了 我都不会洗 怎么洗不洗不洗 钱就像在放水了 够粽比较困难 不是 如果你看的 你还用卵 你每天忙来忙去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 让你细细有保障 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 保障就有100% 高兴潭政府保障的40% 不想靠 我给你看你给他最大心 国民年金轻松奖 终身保障不会少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取消军交薪资所的免税 有关扣缴及申报问题 请下各地区国税局 购物消费请使用电子发票 可对价可捐赠 方便又环保 预防溺水有十招 第一招 汽水地点要合法 第二招 不做危险的举动 第三招 不过溪流汽水需特别小心 第四招 不落单 注意同班位置 第五招 下水前先暖身 第六招 不可在水中嬉闹 第七招 身体不适不下水 第八招 不要尝试 第七招